好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的邀请到什么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呢 可想而知 这个封面故事呢 尤其是英国 英国呢在香港 这一次的反送中 这样的游行 跟这个反对 这个逃犯条例里面 过去的殖民母国是英国 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来说 非常关心这个香港的话题 那更不用讲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英国也表达了一些他的意见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个经济学人封面故事呢 就是香港 而且呢他也是一样 做了一个比较动态的 这个封面 你按了他以后就发现 这个红色为底的Hong Kong 两个字 出现一个蛮 这个怎么去形容他这个音乐 有点树木的 有点沉重的 这个音乐 OK好 所以呢香港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是真的 全球都还蛮注意的 我想这个注意 不只是因为 香港这个地方 它或许只是一个 小小的特区 但它这个小小的特区 所发生的事情 影响到的 是跟中国大陆的治理 所谓的一国两制 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跟 对台湾来说 也非常的关心 再来的话呢 也跟美中的贸易 等等都会牵扯在里面 好所以 这个经济学院怎么看呢 现在香港这个还在持续 现在看起来是 不只是97年以来最大规模 甚至可能是1967年以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 1967年 讲到的是什么 64哦 不对 那更早 那更早了 那不就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了吗 差不多 不过这一次 经济学院他们英国杂志 我们知道吗 所以我想看看英国的角度 不过就有趣是 首先第一加强要 过去呢 你还说 可能跟英国人留下来的遗毒有关 但是这一次在街头上很多的年轻人 可能都差不多是97后才出生的 是啊 所以基本上 经济学院要厘清的第一点是 这件事情恐怕不再与英国有关 而是香港人民自己 纯粹的对北京的不满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呢 所以所谓的意图就是 有些可能比较是中老年人 可能还印象中残留着英国统治的那个时候 也因此对于北京政权的同事觉得不太习惯 或是有一个很自然的反感 并不是这个 就是他 我觉得他一开始点出这个点 代表是天然毒 是不是 如果用香港的话来说 就是他只好是年轻这一代的 也没有到毒 就天然犯 对 他就是那一代的 就是比较原生的 可能跟香港跟过去的牵扯已经无关了 而且经营学人基本上对于街头上的这些年轻人 给予肯定 他认为他展现了极大的勇气 那他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 因为首先表面上 我们都叫了反送中条例 反送中 依法 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 其实还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就因为香港人在台湾杀了 他没有时候 但没有要送回来台湾审判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修法 那修法了之后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允许可以引渡回台湾 以及认可过去跟香港这些没有引渡协定的国家 那问题就出在 他在这些国家当中加入了中国 对啊 那其实当时九十年独立的时候 香港跟英国签了很多的协定 中国也成了五十年不变 所以其中包括司法引渡的这件事情 当初其实排除中国 并不是无心之过 并不是说漏掉了 其实是当时 据经济人之一说 他引述当时参与立法的议员 就说是刻意的要排除中国的 你看因为 他希望保持他的司法独立性就是了 没错 那直到今天为什么街头上很多人反对 是因为到现在他们都认为 在中国你没有办法接受到公平的审判 OK 中国的司法制度还是不可被依赖 如果可以引渡的话 他不但威胁到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 香港商人香港企业 在大陆也可能面临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对啊 而且我觉得在 虽然对于中国对北京当局来说 他觉得这次有很多外国势力介入 有很多的外国媒体外国的政府都表达了一些意见 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你不能讲说是介入 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高度自由化跟全球化的金融中心 所以不只是香港商人 还包括了外国商人在香港 营业包括台商在香港 其实都会担心说万一有个什么样子的 你也不知道的一个踩到什么样的地雷 他就突然之间说你犯了一个什么法 就要把你引渡到中国大陆去受审 那这个部分大陆的司法体系 就是一个比较不透明的 所以大家才因此而感到说 哦这个问题可能会是牵连圣光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在任何国家 在谈街头运动或反政府运动的时候 如果你说有外国势力介入 我觉得大可不必太客气 就直接讲 对啊他们就讲了 因为大家这是事实上国际件事表 当然 是很公开的对这个事情表达意见的 当然这会出现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几乎大家都彼此干预别这国家的事情了 不过对香港来说 它的确是比较特别的 OK 因为它的确就像你刚刚讲 它是一个很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了 我们从经济跟商业的角度来看 更是如此 目前为止它是全球第四大股市 是全球第八大出口地 你看它的金融业 它的银行业 长期来跟西方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联系 即便到今天港币的话 还是跟美金连结的 所以从西方界的角度来说 香港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第一个 一方面它与中国临近 关系如此的密切 二方面呢 它也因为过去有英国殖民的背景 所以它在很多法制 很多法规上 对英国人 对西方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相对的 它也比较透明 比较法制 所以它兼具了这两个重要的条件 所以它一方面可以让西方企业放心 二方面让西方企业觉得 我立足在你这里 会比立足在别的地方机会大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企业 超过一百 不是一百 是一千三百家 对亚洲总部就设在香港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不只是引渡 而是在法规上有更多 一个接一个的法律 让香港变成中国的城市之一 跟上海跟广州跟深圳的差距 不再那么大了 虽然这边名为特区 事实上一点都不特别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对西方企业 对西方人 对外国人来说 当然还包括对香港人来说 那个不确定性 就会大幅的增高 而这个威胁是非常具体 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理解 尤其是对香港人来说 那个铜锣湾书店老板 就是被突然间抓到 这个内地 他们叫做内地去受审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会唤起 他们的一些心里头的恐惧跟不安的 好 那所以对他的分析 没有说现在港府当然 因为主要是第一个 中国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 到现在的表现 其实的确就让人家觉得 你走的是跟西方国家相反的道路 他甚至明白一些解除 中国绝对不能学习西方的司法独立的路 不能走上这条路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民权民运 这早些还说是民权民运 运动 那其实只要稍微冒出来 包括媒体 出版人 书店老板 一出来 要么就被失踪 要么有人就被恐吓被压制 所以这也为什么 最近港府说 这个引渡法 你大家不要无限上纲 不要想那么多 其实政治犯是不会被遣送回去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具体的犯罪行为 但经济学员说 其实实际上 证据血迹斑斑 你所有的政治犯 所有的政治言论 你号称不含在内 但实际上大可很轻易的 引用这个引渡法当中 所调列 即便是正面调列的 其中任何一条 作为理由 然后就把人家说回去 我偷听到我昨天的说法 我跟我讲的都一样 可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在 不是他偷听 是我怀疑你基本上 就是经济学员来卧底 但是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其实这个局势 是大家都清楚知道的 为什么林郑月娥会甘冒大不会 而且先前 其实就占中的例子来看也好 香港基本法的 第23条例子来看也好 你会知道说 香港人对于港人治港这件事情 对他们的自治的要求 这件事情 其实是越来越鲜明 越来越强烈的 那他这个做法 尤其在今天这个局势当中 包括说习近平所面对的 他们内部的问题 包括台湾的总统大选正在举行 包括中美的贸易战正在开打 林郑月娥当然我看有人分析是说 因为他明年就任期就到了 所以他争取连任 所以他对这个北京当局表忠 说你看我是这个非常的 这个不能讲效忠于你 但是就是说我是希望表现出 我是一个很强硬的 有效率的在统治香港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意思说经营学人有分析吗 就是他这个盘算是真的这么的天真 然后呢 这个事情是出他的意料之外吗 经营学人没有特别点到这个 不过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自己的猜想 我觉得第一个 他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误判在里面 他没想到这个反弹这么的激烈 当然还有执行上的一些 我觉得经验不足的地方 比方说 其实在镇压的前一天晚上11点多 街头上去已经开始乱了 如果大家回去 有关注 因为正好有同学在那里 所以我知道那个晚上开始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在第一时间 就开始让你知道说 不是我们先挑起的 不是警方先挑起的 而是街头先已经乱了 现在已经干扰到市民的正常生活了 然后有具体的照片 有具体的影片出来 先扶大众 让他知道说已经发生这个状况 再给更长的一段时间 请你们再收敛 街头上不要有刻意知识的人 在知识的话 那也许你事后再出面 做这些出面 因为现在被批评说 是他这过度的这个镇压 或者过度的 所以当然我觉得 林郑月娥背后就像你讲的 因为北京自始至终认为 这是外国势力股东之下的结果 这点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他对 但也不能说他不错 不对 不过经济学人比较乐观 他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 为时未完 首先第一个 他认为林郑月娥应该知道 就算通过了这个引渡条约 其实也没有办法达成原先的目的 主要原因是台湾本来就已经说 不接受这个法的引渡的方式 所以其实大可改变用别的法律 然后让这件事情可以成立 让他可以 要么在香港接受同样的罪名的审判 要么用别的方式把他送到台湾来 对 用我们的司法互助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说其实现在民进党 应该去积极的跟香港谈 这个属于个案部分的司法互助 对不对 OK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些经济学人杂志 好所以有关于这个香港的话题 反正他在持续的进行了 那所以我们也都会在持续的关注 好那要换一个话题 这个地方也跟 也是前英职民地 对对对对 去印度 好再讲到印度 印度这边讲的是 他的经济指标是虚胖 有趣 所以我特别挑的这个题目 因为过去我们讲到 经济指标 虚胖 都会想到中国 因为中国真的 那个数据造假的非常的离谱了 年复一年 但其实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印度 注意到别的新兴国家的经济数据 因为反正大家都在成长 那我就给你一个成长的数字 大家就跟着造用了 对对对 而且好像不晓得印度的成长 因为人口又多 然后那种人口红利 感觉就好像也还蛮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对对 严直成理 所以大家很少去特别的质疑他 但是根据经济选 他在finance这个栏目里头 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有意思 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其实从2011、2012年的这个年度 一直到2016、2017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所端出来的数据都非常漂亮 每年平均成长超过7% 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说了不起 第一个它超越了中国的成长速度 再来第二个 过去今年因为这个数字非常亮 它吸引了超过3500亿的外资 看问题是真的吗 真的这么好吗 最近发难的是曾经担任印度政府经济顾问 现在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的叫阿文萨布拉曼尼亚 没事 反正你就算念错我们也听不出来 大家包含萨布拉曼尼亚 他最近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提出的论点是 他认为印度的经济指标 印度的经济成长率的数字 greatly overstated 大幅度的夸大了 实际上只有多少呢 他认为没有7% 这么的多 顶多4.5% 这个差别很大 是 换言之他不但没有超过中国 他像是还落后印尼 真的 可是我记得有关于到底印度的经济的成长到底有没有这么的漂亮这么的亮眼 其实在有关于这个Modi是不是他也连任之前大家不就已经提出这些question了 但事实上后来好像印度的人民还蛮买单的啊 嗯其实没有呃刚刚讲的是这个Sabramanian哦他在之前我刚才说过他当印度政府的经济顾问 对跟印太官方 他讲话不是太明 所以他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讲过类似的暗示说我们的数字哦大家参考就好 他没有办法那么明讲 今天他现在在哈佛大学 他离开当访问学者他就可以直接讲出这个 嗯为什么他有这个怀疑 然后进一步发表的视频 主要是因为呃 其实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他并不是单一的数字 他一定是跟很多的相关的指标互相连结的 而是非常合理的 举例来说呃出口 嗯OK通常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提高的时候 也代表着他的制造业 他的生产力也跟着哇呃更好 嗯所以他出口也会跟着增加嗯 他的进口也会因为因为购买力增加了也会跟着提高 对对他的信用市场规模也会变得更大 嗯他的例如最基本例如发电电力需求 嗯会增加 当然会增加 但是很奇怪他就发现呃印度的这些指标对不起来 哦 嗯就是GDP成长的没错 但是以上我讲的这几个指标 不升不但没有持平反降 嗯哎问题出在哪里 嗯难道是他的观察错还是出现了很特殊的原因呢 嗯所以呢他就去调了2002年到2016年这段期间 嗯全球70个国家的经济指标 嗯OK特别去调出以上我讲的这几个数字 包括GDP的成长率 嗯以及信用市场的成长率 嗯出口市场的成长率 嗯进口的成长率 以及电力使用的成长率 嗯OK 就看是不是都对得起来就是了 是结果发现结果发现大部分国家几乎都是都吻合的 嗯嗯 所以以上这个数字增加其他数字有可能增加 还是都是联动的 嗯而印度呢在2011年以前也是如此也是吻合的 嗯 但是但是就在2011年刚才2011到2012中间这个 这一年之后 印度呢成为以上的指标当中的艺术 唯一脱钩者 对对对 换言之 那好吧2011到2011要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都没错 我们现在其实都觉得啊 Modi你一定是最可疑了 但其实不是啊 但其实早在他Modi上台之前 他上台是哪一年 其实就已经是如此 OKOK 所以这中间当然有一些原因 我们就不细谈了 大家可以去找资料来看 因为包括2011年有修改了一个 一个他们经济指标统计的方法 那才把2011开始实施 总之这个状况不能推给Modi 而是前任政府其实就这样子做了 嗯哼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来 一下子金专四国 一下子什么新兴国家 几国几国 对呀什么迷雾几国的 对对 所以只要符合我们的概念的方向 其实我们常在讲这些数字的时候 都不分轻合照白就就跟着念了 就跟着讲了 对呀 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能力 去看透说 因为这个数字是假的 然后事实上是多少 像这位教授 他也得要去比对那么多 六十几个国家 去印证他的怀疑吗 其实类似的调查并不少的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 你稍微花一点时间 认识去比对一下数字 也不难发现这一点 只是我们一般会觉得 反正在成长中了 也不差那么一点 有趣的是 Sapramanian他 他在这篇paper里头 我刚才不是说吗 这七十个国家 发现大概基本上的文化 只有印度在2011年以后成为艺术 对 但其实艺术不只是印度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中国 所以我们之前讲龙语像 龙语像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目前六点五左右 其实也没那么高 其实也是碰碰的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包括 从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大战 当中很多的讯息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比对各种指标 有一些论述 其实是对不起来的 所以你可能就会 你可能就要有点保留 因为他很可能只是 吵架过程中 也不叫吵架 是战争中的讯息战之一而已 对啊 可能都必须把自己讲得 更有筹码一点 更不畏战 不怕战 这样的一个想法 OK好 所以这是当我们在看 全球的各个国家的经济指标的时候 心里面可能留个这样的底 来看看有关于印度的状况 我们休学待会来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来宣时天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接下来来聊的一个话题 跟数位金融 还有跟传统银行有关 这个是 对我们来又再洗脑一下 因为我们讲到数位 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传统产业 受到数位科技的冲击非常的大 轻则业绩衰退 重则可能就重伤倒地不起 我们可以看到例如 或是行业消失 最典型的是零售业 现在很多的百货公司 很多的大卖手就觉得完蛋了 因为很多客人被电商给吸走了 在网上买就方便了 计程车 要不政府把它挡住 看传统计程车行也会叫苦连天 无缘无故就少了很多的乘客 少了很多的生意 讲到银行业 Banking这件事情也是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 尤其英国 尤其美国 数位创新破坏性的各种的模式 都在出来 网络 苹果 脸书 他们都打算跨土金融业 对相较之下 老银行都觉得很老气 对不对 然后现在因为很多人也不去分行了 所以美国很多银行的分行也 消失 消失 关的关等等 所以总之 对啊 其实问问自己 待会多久没有去银行 或者去银行的频率 是不是比起以前 不再像过去那么必要 所以 可不是因为没钱领的关系 没有来看一下 所以原本有一种论述 有一种说法说 其实传统银行 未来很可能跟传统银周也一样 会面临数位金融业的强大的挑战 所以现在应该也是了吧 他们也不断让自己在网络上面 有一些更多的活动 更活跃一点 不过有趣的是 经济学人说 如果我们说的是 很知名的这些大金融业者 他认为 不会 他们不会受到威胁 相反的 很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强 更强 好 真的 为什么 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几个优势 OK 首先呢 子弹多 OK 首先就钱 银弹 真的 你其他这些 你就算是独角兽 你还是得去募资 还是得去 去找银行借钱 你看特斯拉这么风光 但还是在高度负债当中 所以 在这些老银行 有的是钱 所以JP Morgan Chase 摩根大通银行 他每年光是IT上的投资 或者叫花费都可以 高到110亿美金 但是他自己说 你就算打个折其实也很惊人 但总之我们可以想象 这些传统银行 第一个他非常有钱 再来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他取得这些钱 这些资金的成本 一定比你低 因为他有存款户 他叫富人家不到一%的利息 甚至可能有些人没利息 他就可以取得这些资金来投入 所以一般的数位业者 未必有这样的优势 另外这些老银行 有这么多的老客户 有这么多数据在手上 当然更重要的是 有这么多强大的知名品牌 你想想你的钱 现在你的手机上 同样的两个app 一个是你听都没听过的 你也不知道老板是谁 另外一个是 你已经往来多年 非常熟悉的品牌 如果假设双方都提供 同样的服务 你就你会优先选哪一个 但前提在于是要 提供同样的服务 因为现在很多传统银行 他如果不思辨 不求辩的话 他是还会有那么多优势 也可能没错 所以就回过头来看 我们他就是认为 过去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迷思 局来说迷思之一就是 哎呀你老银行什么都统包 而且都是老派了 不如这些新银行 他们专精分工 做小企业贷款的 做小企业贷款 做别的融资的是 做别的融资 金学人说你要倒过来看 这种专精分工 看在传统银行眼中 它其实也是新的成长的市场 所以换一次 也是说如果这个市场 还没有被满足 有人要投入的话 他们有足够的财力 有足够的资料 他们比你更知道 中小企业在哪里 他们比你更知道 车贷房贷户在哪里 所以他们更容易的 比这些新创的 来自细股的 所谓的新科技金融 Fintech 业者要来的有优势 再来第二个中文的名思是 分行 传统银行负担太大了 大贵寿 所以他们又没有办法 马上很短的时间内 砍人 砍分行 所以势必大象很难转身 金学人说错了 其实就现在美国的 大的银行来说 反而 反而视分行为重要的资产 没有说有些银行在砍分行 但是不要忽略了 仔细去看还是有很多的大银行 正在开新的分行 增加他们的据点 例如美国银行 军营在Denver 在Indiana Police 开了新的分行 摩根大通 2018年 进入了20个新的市场 开400家新分行 是 那为什么还开分行 好 有几个原因 他说没有做数位很方便 但是对使用者来说 他们的数据发现 直到他们真的开了分行 其实还真的有人 在数位上开户 也就是说 那个信任感是很重要的 就有一个实体在这个地方 我才要在网络上面跟你 比较容易得说服他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还有一个 因为大家很关注的大新闻 高盛 高盛一百多年来 其实就是专注于 供顶端的客户 像你我 当然看不上眼 但是高盛现在 他也投入了一般的零售银行 一般的商业银行的市场了 他有一个品牌叫Marcus M-A-R-C-U-S 现在已经吸引 才没多久 就吸引了三百多亿的存款 现在已经到五百多 五六百以上了 而且他从计划到实现 经济学院说 前后只花了十一个月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know how 他们有足够的资金 有足够的效率 有足够对市场的理解 来让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本来落后很多的 一下子反攻 所以意思就是说 狮子不过是没醒过来而已 醒过来之后的话 就会很厉害就是了 重点还是在 因为醒过来 做一些足以跟目前的数位金融 可以相对抗 或是说让消费者觉得说 他符合他的需求 跟满意的地方 对不对 不过我们现在讲金融 讲银行 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所以如果仔细分 同样是银行 银行也分很多种 不管是台湾还是在美国 但美国又更多种了 因为美国符原这么的大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其实我们很熟悉 什么花旗 摩根大通 高盛的这些银行的品牌 但实际上 在美国 总共有5300家银行 5300多个品牌 我们跟你讲出来不到 不到20个 对 而其中超过5000家 是社区型的 这也为什么我们并不了解 那社区型 意思是说很多都在资产 10亿以下 那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更小的 小型 另外还一些比较中型的 它可能在某一区 比如中西部 有比较多的分行 这两者其实在面对 数位金融的挑战 其实情况又不太相同 所以他认为是说 这一些中小型的社区型的 比较会容易受到 数位金融的挑战 跟侵蚀 不刚刚讲说这两者受到挑战 跟侵蚀的程度又不相同 他认为中型银行比较麻烦 小型银行反而有专精的 niche的市场 所以相对还比较安全 比较能够看 所以这也为什么中型银行 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 过去年跟接下来的年 都会大幅的合并 大幅合并 因为他们第一个 目前为止品牌不够大 但是又没有小镇银行 跟local的小企业之间的交情 所以相对两面都不讨好 所以美国有两个中型的地区型 一个叫BB&T 一个叫Suntrust 就已经合并了 本来都不怎么大 可是合起来之后 变成全美第六大 所以就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那就因应了整个数位金融 就是说其实有些部分的传统 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 不过对台湾来说的话 还好啦 我们的数位金融运起步的慢 所以我们的传统银行 一直都不是睡得的狮子 都是一直非常活跃的狮子 OK好 那就看看 每一个地方的状况 不一样的发展了 台湾的数位金融 可能也正在起步中 OK我们休息 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好最后一个话题 来聊 在台湾其实有感受到 这样的压力了 就是跟垃圾有关 讲到亚洲不再欢迎垃圾 可能不止亚洲 我觉得 前两天我看到台湾的新闻 是讲到说 二手衣 以前都会说 我们这个衣服 现在什么 fast fashion 就快速时尚 所以大家买的衣服 单价越来越便宜 但是买的越来越多 所以造成很多的二手衣 其实也真的是一个浪费 那待会我们都觉得 因为可以去捐 所以你心里要这样 罪恶感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问题是 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说 二手衣现在已经 很难再捐出去了 在台湾呢 二手衣堆积 成山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去 想想自己的消费习惯 那实际上再更早一点 台湾那种 所谓的废纸 的回收 实际上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呢 大陆拒收 然后大陆拒收之后呢 台湾它就 变成 就是说 因为太多了 所以太多了之后呢 你宁愿会很多东西 进口进来比较便宜 比我们这边去收垃圾 还要来的便宜 所以我们的垃圾 变多到没人收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都很 其实台湾也都蛮举手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应该 醒过来 我们早前前年 为了推广 推动资源回收 所以我们其实都只 扬善 而且都在饮饿 也就是说 我们不再告诉大家 你这个东西 只要洗一洗 冲一冲 你丢到资源回收箱 就可以被再生使用 所以我们很多人 你就算吃完沙茶炒面 然后那个便当盒 纸盒 你觉得充一充 那就可以拿去回收吗 其实不 但过去我们都写很少提起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人 包括在美国 大家发现 你以为可以自用回收东西 实际上根本不能自用回收的 而美国早就发现 因为收的成本太高了 是 美国不只生存 而且根本不可能送到 再生厂去重新处理的 你就算送到工厂去 这东西太油太脏 它也是丢掉的 只是不在你面前丢掉而已 你以为回收了 实际上最后跟丢掉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在过程中还要浪费 运载的交通 运载的油钱等等 那其实可能反而是更 污染更破坏环境的 这个状况 过去本来是美国发现了 所以他美国其实无法处理 就都出口到亚洲来 那过去中国收啊 但是后来中国不收了 就只好跑到附近的东南亚 包括台湾在内 那最近我们先讲几个新闻 因为东南亚国家也火大了 觉得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再收了 包括5月28号 刚刚过去 马来西亚环境不早 要退回3000吨的垃圾 你们拿回去 我不要了 因为这当中大部分 都是不可能再生循环使用的 泰国也是 泰国说2021年 已经要禁止塑胶制品的回收进口 越南同样 另外像菲律宾 菲律宾也是啊 菲律宾之前还跟加拿大 互呛有没有 他还说要退回塑胶碎片的 你一不收 我跟你开战 但后来就那个了 所以越来越多国家 因为对东南国家来说 现在那问题比中国还严重 为什么 大家知道为什么 这些垃圾会送到中国去吗 不只是因为 大家觉得中国 反正那垃圾你吃进去 没有关系 而是有很基本的经济因素的 因为首先中国的制造业 本来就成本比较低点 所以你所有的回收 尤其是在美国回收 再生循环使用 不如到中国的工厂去 因为它的成本跟费用 的确都是比较低的 那过去 对 而且所以他后来还有一段时间 他衍生出一个新的产业 就是属于再生 回收之后再造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蛮蓬勃的 我们其实都很希望 大部分的垃圾回收之后 都可以如此 但实际上并没有 不管是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还是亚洲 其他国费用 真正你回收之后 可以再生使用的垃圾 比率非常非常的低的 但是在经济效益上 你运送的中国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大致都知道 中国都是外销出口到美国去 所以再满满的货柜的货 去到美国 回程没什么东西在 所以在垃圾 所以运费非常的便宜 顺便在一下 空着也是空着 所以它其实是有 它的基本经济原因 所以在了中国 据说之后 只好就近在东南亚附近 想办法找国家 所以为什么最近 现在台湾很多 收垃圾回收的这个业者 就是说有那种 小巨规模的回收业者 或是那种很可怜的 石荒老人 他们现在都很惨 就是说因为 卖不掉 对卖不掉 因为中国去收 对不对 它就在临近就卖 临近包括台湾 所以台湾可以用 这么的便宜的方式 去进口垃圾的话 那我们干嘛去回收 我们自己的垃圾呢 所以我们的回收商 东西都卖不出去 所以它 台湾还算好的 我们制造业还算强 刚刚讲为什么 马来西亚要退回 因为根本没法处理 因为马来西亚的 这些回收的业者 工厂相对的少很多 生产力也低很多 所以呢 你不断的 源源不绝 进口进来的那些垃圾 消化不掉 就堆积物现在在那里 就变成真的垃圾了 就变成真的垃圾了 你所以排放的 各种的废弃物 其实反而造成 环境更大的负担 对啊 但是对台湾来说 就算我们有很多的 焚化炉在那边空着 我们事实上 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但是呢 再去焚化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 污染啊 或是什么东西 这次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问题 美国有一些 回收再生工厂 已经开始推很多的宣导片 告诉大家 什么东西可以回收 什么东西 你不用浪费时间回收了 你真正送到回收厂 它整箱再走之后 到那里 最后实际上会留下来 可能都不到两成 不到三成的 所以日常生活中 我就简单讲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回收的 大家应该记录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省垃圾袋 这篇文章没有讲到 不过基本概念会是 第一个脏的 第二个油腻的 这是非常确定的 你送去也不可能 被再生寻完使用 意思是 所以不要为了省垃圾袋的空间 我们台湾是垃圾不落地 所以大家 常常觉得 反正我就丢到回收厂 我也那个垃圾袋 买小个的就好 但其实是多花一个功夫 最后还是回到垃圾场 好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我们一直以为 所谓的循环经济 是一个绿色经济 是一个再生能源经济 但是某个程度来说 因为这样子 我们也想办法 舒缓我们自己的罪恶感 让自己不断的进行消费 我觉得这点事实上是 最重要的一个 从里面听到 云童这样讲的一个启示 我们自己可能从消费端 还是应该去减省一点 避免产生这些垃圾 否则就不要再去想出 这个垃圾怎么回收 怎么再创新的循环的问题 对不对 OK 非常谢谢沈云松 谢谢 谢谢